朋友们好,我是阿良 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这两天呢 开家长会 被批斗了 主要是我老妈打电话过来问我 还葛在家里放牛呢 什么时候出去找女朋友 再过几年你都30岁了 你就跟你家里那几头牛过一辈子算了 真的是亲妈呀 说话就不能稍微含蓄一点嘛 对吧 这话说的 搞得好像我出去就能找到女朋友一样 对吧 那 跟你们几头过一辈子得了 算了 现在我养你们 等以后老了把你们卖了 然后换点钱养我好吧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农村结个婚特别不容易 你们知道吗 大部分农村的女孩子都想嫁到城市里面去 过好一点的生活 然后城市里面的女孩子肯定不会嫁到农村来 跟着你受苦多累啊 再说了 别人问我要秋天后的第一杯奶茶我都给不了 呸 谈什么女朋友 要回家了 你看她肚子吃的挺饱饱的 走 回家了回家了 别吃了 别吃了 为什么每次你就最慢的一个 啊 能不能稍微快一点 跟上我的步伐好吧 就给她弄一点红薯叶给她吃了 妈 快过来 丢给你 小的也有份 快来吃 快来快来 还有一头牛呢 哪里去的 给你留了一点 快点 不然你没得吃了我跟你说 快点 特意给你留的 真的就没得吃了 快来快来 快点 给你留了一点点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蹲你好吧 那 你们看她这个肚子吃的 对吧 肚子都平了 她们饿的时候肚子会扁下去 你们两个能不能别抢啊 吃的时候别 夹出嘴好了 搞得我都想吃了 现在在农村讨个老婆太不容易了 不过也没关系啊 咱们现在社会福利这么好 老的可以进养老院 对吧 不过这视频千万不要让我妈看到 不然会被气得半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